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是什么呢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这阵好像没什么有趣的事情 世界不安全了 你看中国是地震吗 美国 聊聊美国吧 这俩年轻的什么 车臣的 是不是说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 是不是只有这俩人 目前不能完全排除吧 就我们仅得到的公众信息是这样的 又是跟车臣那挂一勾 也算有穆斯林的关系 对 穆斯林背景 有穆斯林背景 耶夫 你看叫什么什么耶夫的差不多都是车臣的 你比如我们早年小时候读的书夏伯阳 夏伯阳就叫卡巴耶夫 他就是车臣人 然后比如被击毙的肥手叫杜达耶夫 这俩都叫耶夫 什么什么耶夫 这可不能狭卵灾 他就是你从他姓氏中 他有一个姓氏 他那个26岁的哥哥呢 虽然他们两个人过去的八年十年都在美国 但他回去了六个月 那他是一个业余的打拳的 拳击 一门拳击 一门拳击 然后那个26岁那个回去了六个月 那个六个月里面他跟什么人接触 受了什么训练 接受了什么东西 这些都不清楚 所以他其实是最关键的人物 但是因为他已经死了 据说他其实是受伤 被他弟弟那个车子 被弟弟压死了 那么现在他们全力以赴 就是要保他弟弟的这个命 就是想找出就是 根源 就是这个事情 弟弟有可能会死吗 当然他弟弟受重伤 他弟弟一天在那个船里就是 就是那个流血 他现在不能说话是 怀疑他是吞枪吗 自己给他 对 怀疑他是吞枪 因为谁打那么准 从这就过去了 他所以不能说话吗 他就他几乎是生命垂危 就是他 所以那个美国FBI不希望他死吗 说有一万一百万个问题要问 对啊 就是因为他在美国本土生成 他又拿到美国绿卡 理论上讲 他已经基本从法律上 融入了美国社会的时候 为什么要做这种极端的事情 对美国人来说 他一定要找找根源 如果不找根源 这类的事情还会发生 美国人有两个最大的问题要现在要问 一个就是从这个金子就从文化的角度 他们就觉得一个完全是我们的制度训练出来 八岁来的人 他就住在Cambridge 就在哈佛 MIT的边上 你女儿上学的地方 我女儿住的地方 离她的高中就隔壁一点 所以那一整天呢 害怕不得了 你女儿受惊了吧 不是受惊 受惊 非常非常害怕 因为 整个晚上全部是警车在外面 对对对 所有人都要不出门 他就是 当时就两个地方最危险 一个就是Watertown 就他们打枪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Cambridge 就是他住的跟他的高中的地方 当然美国人都害怕 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的 大家都搞得这样 对不对 我刚才接下去讲 就美国人他们在价值观上 他们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一个这么受他们教育出来的 一个好学生拿奖学金的 他为什么走这样极端的道路 要做这么反对我们社会的事情 这是他们寻找的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 他们在MIT打死一个警察 MIT Literary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 有原子能的实验室 抢原子弹 不是抢原子弹 就是说在MIT 他能够打死警察 他们这电视里面就在问了 就是说你校园里面的保安 到底到什么样程度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们他去了六个月 跟什么组织有关系 你知道他为了保这个活口 背后有凡事要从最坏角度想吧 这个我们大家的做情报的人更是这样吧 最好是怎么样 最坏是什么 最坏万一他是整套一个什么计划 因为MIT把美国人都吓死了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哥俩怎么这么二 就是他真是符合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行为 就是那种非逻辑 我觉得有点无厘头 你比方说 你知道炸弹 他们那个爆炸以后 几个小时 FBI最早公布那个图像 这哥俩点看热闹 没走 看看炸的效果怎么样 而且你说你干了这么大的事 接下来干那事 不太成比例 不是一规格的 你制造了这么一大事件 还不跑 抢71 抢便利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 是他认为的这个事情没有错 现在世界上最怕碰到的犯罪人 是他不认为这个是错事 如果他内心和他思想中坚定的认为 他所做的事是一个正确的事 这是最可怕的 因为我们碰到的犯罪嫌疑人 就我们今天社会中碰到的 被警察追杀的那些人 大部分人都是他自个就知道 他干的是坏事 你知道吗 他内心是这么想的 这个肯定 这个人内心 就他们这个 你从他那个举止上干什么 他不大像 这是肯定的 他不觉得他错 而且他有道德的正义感 对 这个最可怕 他们接受 至少是他哥哥是这样 但是他的问题是 从策略形式来讲 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 人家就已经发你们的照片了 你们俩不是躲起来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他们觉得肯定完了 就是说已经相片都出来了 所以有点横竖横 就是有点破坏的破摔这样 但是假如后面还有组织 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 就是说他们这么个组织 也不能允许你在这开热了 组织就赶快安排潜逃了 那你们这不像有组织的 所以我 但是这个照片恐怖就恐怖在 后来登出来以后 他们两个人站在 前面就那个八岁的小孩啊 就那后来被炸死的小孩 就是就站在他前面了 他把包放下很快就爆炸了 所以这个小孩就被炸死 这件事情还产着 还有个中国学生 你想 刘林子 刘林子现在波士顿大学 以他的名义办一个假学经 就用他的名义 以用这种方法来纪念 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方法 还有一个重伤的呢 是我那个母校武汉大学的 那个小师妹呢 他是重伤的 现在你看中国人的密度 已经到了哪儿 爆炸都能炸死一个中国人 但是这件事情 我最关心的一点 整个事情 我最关心的一点是 波士顿真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城市 他居然为了追捕一个逃犯 全程封闭 全程戒严 没有这样做过 你历史上都找不到的 我们做过 他帮做过 我们有做过吗 我们当年追二王 比他厉害 一个省都封了 谁都帮出去 都都在家里待着 那天他们就说 九千个警察 在美国 波士顿是这个级 九千个警察 在中国当年追二王 那是跨了几省 几省多少万人都出来了 所有的人的生活都停下 对都停下来 公共交通都停下 公共交通停下 当时二王被捕的 那山里的时候 所有的公共交通 都是没有的 任何人不得上街 整个围山 搞了半天 美国是跟我们学的 绝对 我跟你说 就是 这次美国的贡献 立功的不是FBI 确实是跟中国学的 学的哪一样呢 学的咱们人民战争 汪洋大海 你知道最后 那天有个美国朋友跟我讲 现在在美国有一个网站 叫Reddit RED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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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 现在美国的年轻一代 以后新闻传播模式 我们这些人就退休 全是看那个网上的一个汇集的总站 就等于人民新闻 所有的 然后你知道这个网站 当然也有管理员 他们说他们现在看新闻 每分钟这个事情发展到哪 这小哥俩的踪迹在哪现身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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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甚至到最后就说 这个网站的管理员都在发出来说 不行 我们要慢一点 我们要慢一点了 因为这小哥俩也看着这个东西 他就知道我们掌握他们动向到哪了 你说推特 不是推特 是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就是所有人把这件事情的信息啊 都汇聚到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就按分钟去排 你知道这个新闻传播模式啊 感觉 每个人都是记者 这是那个高科技人民战争 他最早就是把大家的照片全汇上来 而且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科技啊 改变权力结构 就是这次不是FBI啊 这次是什么 中国很常见的一事 人肉搜索啊 他们什么车臣这背景 这哥哥结过婚啊 什么哥哥找了女朋友 全是这些人肉搜索出来的 FBI照这抓人就行了 你想 但是他那个非常冒险啊 他封了一整天 把整个波士顿损失 不知道多少钱 所有交通 老百姓全部 大家都害怕 你知道最后怎么样 转折点在哪里 你知道吧 嗯 他不一晚上疯了 第二天一白天疯了吗 疯到了下午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疯不到了吗 全部找找不到 最后那个负责的人 就跑出来说了吗 说我们要开放了 大家可以出来了 大家出来小心一点 最后呢 就靠着你戒掉那个抽烟 就那个有一个人啊 疯了太久了吗 他大概家里不让他抽烟 憋得难过 所以啊 他就跑出来抽烟了 一抽烟呢 发现自己家里后院 那个船啊 那个布啊 洞会 被掀起来了 然后看到血 就是那个 然后他报的 完全偶然事件 你明白吗 最后的话 完全就那个人出来抽烟 看着自己家里 那就还是必然的 就是人民战争嘛 让我女儿有个朋友的一个同学啊 就住在他那个院后面 他后来一回想到过去24小时 那个人就藏在他家的这个十几米外的那个船里面 想起来就害怕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现在觉得啊 这个很多事啊 就是在改变 这个包括你看破案这个思路也在改变 而且人这个孩子啊 也相像 你就像刚才咱们揣测的他这个行为 我就说这个非逻辑性啊 你知道我想起谁啊 这个他弟弟啊 这19岁的弟弟是学医的吧 你们上海啊 复旦大学啊 投毒案啊 学医的那个研究生啊 你你你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再跟你说 呛呛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书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就是太太乐书之仙 两千七百年酿酒传承 八百年人民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我刚才讲 这美国波尔顿的小哥俩 在那看热闹 同样很类似 就好有一笔啊 这个这个叫林某吧 林某就下毒的 这个复旦大学下毒的这人 嫌疑人 现在还是涉嫌下毒 对涉嫌下毒 好把那姓黄的那个同学给毒死了 毒死一步步走向死亡 是有几天的 你知道在这几天之内 那你说这姓林的这人 还跟同学们议论他的病情 说他吃得什么病 而且呢 他是 那个是耳鼻喉科的研究生 他是超声波的 那个人不是毒发是身亡 中间需要做那个超声波 谁给做的超声波 就是下毒的这个姓林的这同学 给做的超声波 甚至于怎么知道下的这个毒 是那个什么二啊 甲鸡什么什么香安呢 开始完全没头绪 不知道中的什么毒啊 后来就说这有个同学 收到了一个来源不明的一个短信 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才知道原来中的是这个毒 现在他们说啊 也有怀疑 这个短信是他发的 是这姓林的发的 还是谁发的 那你说 我做的这么精彩的事情 没人知道 熬不住了 自个儿出来说 因为这个事在没有完全 把这个案情揭开之前 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得到的信息是 他们俩没有矛盾冲突 像警方就是说生活琐事 是吧 琐事 就是你生活中其他 就比如他们俩的 这个工作的方向也不一样 说受雇的医院也不一样 就按理说 他没有这个很惨烈的竞争征途 如果是生活中的琐事 那看是什么样的琐事 咱也不知道 就是琐事可能一旦说出来 大家觉得这是事吗 这可能都不是事 是 那你今天那些心胸 为什么这么狭隘呢 我们在这个教育体系中 怎么就把这个人 按理说啊 都是医科大学 头等医科大学的 是什么 硕士生 对硕士研究生 然后不及后果 干这种事情是想不通的 而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了 那个那个早年清华大学的 那个他中毒的那个 对吧 那个也有 是不是 朱令 是吧 是朱令 你看 这个 就这个字啊 我看的好多那个节目里 都说驼中毒 驼中毒 那个字念他 对 看着像个驼 实际上他是个他 他是一种 咱们都不知道的金属是什么 对吧 他是个金属 下了毒 到今天 小20年了 你还是不知道是谁 你怀疑总归是怀疑 因为今天怀疑 因为大家 那个当时 我看当时的案情的回顾说 也不是有特别明确的 这个下毒的 就是犯罪的 好像是都是优异者的竞争 对 但那个涉嫌人呢 好像是有背景 对 所以现在好像已经出国了 那件事情还比较好解释 还有一些这种政治社会的原因可以解释 复旦这件事情更可怕 这件事情跟美国事情真是有的一比 对 这个真是恐怖主义 我觉得恐怖主义是两种 一种就是伤害无辜 还有一种是用一种 大家想象不到 但是谁都能用到的一种手段 对 所以这个事情虽然小 复旦这件事情 我开始纳闷 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 不断的上头条 后来我看到一个 那个博客还是微博 我明白了 同学间都发 说多谢不杀子恩 是 现在 宿舍里边啊 谁没有讨厌啊 你半夜洗脚 我看到你就讨厌 对不对 谁没点这样的仇恨 大家争男女朋友 考试成绩 说什么生活琐事啊 他们说在这个 林某的这个QQ空间里 找着唯一提到这个姓黄的一句话 就是说那黄吊丝在打呼噜 这不能算生活时候 大火 是啊 是啊 所以你想 他呼噜毒死你 你想这类的事啊 为什么就是在中国的刑法当中啊 第一类大重罪啊 是危害国家安全的 你做间谍 你肯定是重罪 这不用问 第二个是危害公共安全 是什么 就是这个放火投毒 因为他所面 就是他所要杀的对象 不是太确定 你比如过去农村经友 往井水里投毒 谁喝这井水 你不知道 你比如今天你公共食堂里 你往里投毒 他你所你报复社会 所出现的这个恶果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类罪都是重罪 所以你说像波士顿的这个啊 这还是好 在网上学的高压锅做炸弹 对 我就想啊 这要是生物系的 不是化学系的 化学系的 能做高爆炸弹 他弄点这种病毒啊 不是当年有人说这个 对对对对 非典就是美国的实验室里 出来的祸害咱们社会主义 那更可怕 对啊 他要弄出一种超级病毒来 他沿马拉松沿线撒一撒 你没有证据了 那就变成 你就不知道了怎么回事 而且很容易啊 你现在想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呢 如果也主要是密度太大 就我们的人口骤增嘛 从10亿到70亿 这个路程太短 然后社会的问题 科技的发达 就今天人类面临的 所有的问题 都是我们自身带来的 没有 我觉得短期之内 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我觉得还是一个反社会 所以我以前讲过嘛 说有些人在医院里 临死之前 还遵守人类的次序 我说不容易 很多人不理解 所以什么不容易 其实人呢 活在世上啊 总有很多怨气 总有很多冤屈 不顺心的时候 总有很多仇恨 对不对 有些事情真是咬牙切齿 说实在话 有的人心里 无数次想过 某人把他死掉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杀人的 对 瞬间都有 恨的不行 但是这个东西 是不能实行的 因为实行 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是一个 整个反社会 你反你的父母 香港都有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 前一生小孩 把父母给你 我听说了 知己 真是 我一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觉得 这个人 当然 我跟你说 就是说 当代青年 肯定主流还是好的 是吧 但是这肯定是 这有一两个 大家就 这肯定是极个别 可是我现在发现 极个别 极重要 因为他的破坏力 已经够了 而且他人容 当中 一万 一万万人中 有一个 你就不得了 你就完了 他主要是 could happen to anyone 可能发生在任何人 我看到报纸上 有这样的 就是评论这个事情 说什么呢 是我们教育体制的 不断竞争造成的 一个恶国 就是人和人 尤其到了那种 尖端的大学的时候 他人都是在残酷的 竞争中上来的 他们这些人的 过去的 你比如那个姓黄的 就去世的那个孩子 他家庭也比较贫困 所以他走的这一步 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有时候可能 他在无意中会得罪人 比如他的地位比较高 你比如你是学成会主席 你发表一次演讲的时候 你可能无意中就有人 就特别反感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人呢 都不是天生的弱者 他也是经过强者上来的 就是强者之间的碰撞的时候 那个一般来说都比较惨烈 强者跟弱者之间 那弱者就溜了 没事吧 那你说他是 现在这孩子是强还是弱 就是 意识上是强的 但他行为是弱的 就是意识上的这个强 是我们从小的这种训练 你比如中国人的所有的教育 都愿意排序 就是甚至把一般40个学生 从一排到40 你在国外没有这个事情 对吧 大家也就知道谁学习好 谁学习不好 你的这一门功课是A 不是100分 那个是99.5 您就割后头了 那也是个A 而且你就是这一门功课好 不代表你就是人上人 对对对 中国就是有时候这赢者全拿 对 中国就爱排 123 39 40 那那第40名 肯定要把第39名给堵死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重塑架控 探球静谧 豪华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我还是觉得你说这个美国波尔顿这个啊 真的就这俩叶夫吗 这这真的就 就是他俩 现在我们我们没法去做评判 但是看他这种 就这种爆炸装装置什么 都不是什么很很复杂的爆装装置 他说不是我一看什么那个 包括他炸完呢 我看的东西都是比较土的 高压锅 对高压锅 我们家锅就炸过 你是什么 那那陷牙拔坏了 嘣就炸了 你看点这胶呢 对对 那屋里没人 就是顶多就把这个锅盖炸 炸天上去 那没事 他这个你从他这个爆炸装置上讲 你可以基本上判断 这个人呢 就是没有强大的组织支持 因为今天的这个这个炸药中 有很多的新型的炸药是高爆的 这个显然不是高爆炸药 他里面就加了点钢猪啊 对对对 那就还是很土的一种事 就是学我们地雷战地雷战那种 但是他的精神上 他的精神支柱是从哪里来的 对我这个才是成功 是但是徐老师你刚才讲就说这是你最担心的恐怖主义 但我还是不明白复旦这个算恐怖主义吗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对 他对 就是他刚才讲的 你这个残害迫害人的不确定方法 是可能伤及无辜的 对 你比如一个同学来这屋串门 对 一进门喝杯水 就好像 就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恨你这个室友 我放把火 那火可能烧到隔壁人的 对 从伤害无辜这个角度 他已经符合了 另外他这个手段还有他一个可怕性就是说 我们日常都会出现的一种手段 对对对 这个这个这个也很可怕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中美两国现在越来越像 你看过去十几年来 中国最大的灾难 四川地震 跟情流 就是那个上次SARS 这次呢又来地震 还有个N什么什么7啊 什么N9啊 7啊9啊这样搞 美国呢 这是911以后最大的一次恐怖袭击 你看两边真还有点有点有点呼应的味道 但是美国这次呢 他们自认为这是处理的很好 就是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最后他们抓到的时候 啊 街上的人都在拍手 我心想要不是那个人出来点烟呢 都现在说不定还搞不定了 对不对 但是毕竟是都在学习 美国这个事已经不是孤立了 前日子有一个美国人就是那个开枪射击呢 最后不是不是也是被烧死那屋里吗 那都是被社会极端仇恨者出现了 这个出现的背景我想非常复杂 那你现在美国现在就陷入这大炮大蚊子的窘境 对对对 将来是这种敌人 就在你的内部 但是另外一个他故意毁毕 其实是跟伊斯兰基督教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棺 文明启示度 没话说的 是吗 是吗 是小哥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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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